就是我自己在台下聽的音樂 我覺得很感動 其實就是 其實二十幾歲的人在拉扯 其實是在我這年紀 其實就是 這上我過程中就是一直在拉扯 覺得真的有種 住了社會的人就死了的那種感覺 像 尤其是像我做完畢業久 我就被莫及風化 所以我覺得我就被獲得 或者別人要我過的人生 那以前那種 做夢了什麼的日子 都早早就結束了 其實我也是在醫學院 就是很被嚴格歸自己在體制內的人 所以今天我本來還在自我介紹說 我是就是小小叛逆 然後就覺得 我一路看 就從父母 你也要要禮 你也要把禮 其實我其實都覺得我是一個怪咖 而且我竟然還從那個 道場啊 跑到一種單位等等 其實我也是 在我的圈子我是怪咖 那才發現 原來現在的 其他教育都是可以那麼多 所以我們都知道 數學啊 然後像大學的 你們的領域其實都沒講 太多太多了 可是今天的頻道 不會再也太多的反派 不會再也太多的反派 不會太多的反派 還是更多的自我的正式的追憶 那希望你們今天聽到我的分享故事 你要記得 就是那麼頻繁的一個人 他可能做得到的事情 你們也都不能做得到 其實在求學的之間 你們有選擇 有 憂鬱 其實是到了 我這個領域 還是會有很多選擇憂鬱 但 人家的選擇憂鬱 有在你裡頭的 都不要忘了 聽懂得心 然後知道 你要辦法進去 這是很知識的 自我介紹 那你們可以看到 絲末一路走來 我的活動不錯 然後有一個 還算還滿滿意的人生 我的摩托經歷也讓我的整個 流力導致學生大學很漂亮 所以那個 每近十萬元的摩托就是這麼可愛的 大家看看 可以看到 我似乎有一個很不錯的心 我的 義工的主機呢 也是就化不到我內外 所以呢 在這麼 沒有缺憾的人生 我為什麼還要想到要創業呢 我可以說 我的創業故事 絕對不是一個 撒國學的那種 偷偷不想要認識的故事 所以 像話就是 從小 我就在 我別人看 約什麼上誘吧 其實我覺得 那個 會累經理的創業故事 那都是 就很多很多的累經理 也跟我的經理有關 我一畢業就是在 柔總 我的 疑問常會科目做 那 我做了三個月的護士 那 所以我在 當護士期間 我提供 我的病人最好的照顧 而且我的確就是 當他們進來以後 把他們的 那些 那些所要 打到的 生命主要 都已經讓他們 對健康 可是 我老實告訴各位 那些 在融走 死起來的病人 我真的沒有 可是 讓他 呼吸著出去的 唯一有病 那一兩個就是 因為他想要 往最後一路進來 然後我就看到 我自己 對他們的療程 不會製造 不確的 讓他們的補程 在一起 所以我知道 像他們自己的療程 絕對不會是 我想要 達到一個 更健康 更快樂的社會 一個重要 那接下來 我在要想工作中 我在要想工作 大概就是 最新最重要 解決我們的 我們的健康問題 不是嗎 可是其實 真正的事實 就是 我看到更多的家屬 在床邊 在有 猶豫 要不要動這個 最新的療程 在最終前 把這個 最新的技術 用在他們親愛的家人身上 然後 在貿易院之前 也是 因為我在做 添加這些技術的療程 是 我看到最新的技術 其實真的是 沒有帶來 我們更快樂 健康的人生 那如果我想要 用了所學法 這個社會 更進化 更快樂 更平等 那到底是要用什麼方法呢 然後 專想 比如從 柏拉圖 到 桃園的 所規劃的 一個 世外桃園 還有 不同的領導 你也想像的 那個領導的世界 你有可能 被我這樣子 規劃出來嗎 如果我想要 有一個 沒有肯定 通困擾 然後想要 把健康快樂 給帶給這個社會 除了我的 物理方法 最新的醫藥 那到底 還可以用什麼方法呢 然後 最後 我就 想 想了一個方法 來建構 我想像中的 烏托幫 那就是好幫 我運用了 現在有流行的 O2O的 一個共享基金模式 然後 我把 年輕人的才華 和時間 讓他們分享出來 來陪伴長輩 那 長輩呢 跟這個 年輕人的共享 一些快樂的時光 這樣 用這樣的方式 來建構一個 建構一個 我想像中的活動 我需要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真的把健康快樂 帶給我們這個社會 那 這個共享是怎麼來做的呢 就是 第一個階段呢 就是吸引我們的年輕人 來投入這個 共享基金平台 不過想像中的呢 這個 年輕人的公司 投入這個社會 事實上是在把社會上面的 這個資源 就是你們身上的材料 給挖出來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 來陪伴我們的長輩 那像我們 其實很多人已經都不願意 在這樣子的大體制內 給工作 然後就想來一個 機械式的 符合社會的期待 這樣子過程 我們希望的是 真的發揮我們的才華 所以這樣子的 第一個階段 它就可以符合 現在很多年輕人的期待 那我們就可以用我們這個 年輕人的才華 來陪伴長輩 讓長輩一直維持健康快樂 那第二個階段 其實我們也知道 有意義的人生 那才是我們的 最大的驅動力 那長輩也是一樣 他們一定要有 他們的人生目標 有這樣子的 覺得他們可以 在貢獻社會的 一個驅動力 他們才能維持他們健康 所以我們希望 第二階段呢 可以透過我們 親眼的感受 才能夠將年輕的長輩 也可以貢獻我們的才華 就在這裏開頭 那我們希望到最後的節目就是 我們可以 介紹一些 我們未來 我們未來不婚啊 或是同性婚姻的 缺乏孩子不共養的問題 那雖然我才一個孩子 那我未來 我未來 不會說是期待他 一定要來照顧我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就準備了 我們老的時候需要的幸福 等等 所以在平台呢 後段呢 我們就有 服務處置這樣的功能 所以不只是我們年輕人 可以提早預備我們的 未來的老年生活 就是在五十歲的時候 突然這個 可能不相當時代 已經不一樣 你的所學已經不符合這個時代 那已經沒有辦法再 在被什麼 企業所賦用 但是我們都不會害怕 因為在這個 不小經理台裡頭 不用事業的問題 其實是五十歲 也不一樣 你小時候 你可以貢獻的部分 就可以在這邊 來恭喜你的才華 佔群的收入 他會自己選老闆 這是我們所描繪的 清理護照 失敗工容的一個景象 雖我們的跑光很年輕 但現在眼睛有一些 小小的成果出來 這是九月二號的時候 我們的聯合新聞網 請來採訪我們 然後還有 因為我們 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陪伴長輩 讓長輩開心 許在目前就是 都是用看護人理 來照料一些 生病失能的老人 畢竟我們 真正的台灣的社會 有百分之八三的長輩 其實他就是健康 很健康的 就是那些被媒體所關注的 那些事能 跟弱勢 附居的那些老人 其實就只有 占有百分之六而已 那我們這次要 讓這個高律生肺 一直維持的 國藥老化 一定就是要讓這些 健康的長輩一直維持 他們的健康快樂 那所以我們是 透過這樣子的 青年彩虹 青年彩虹 陪伴 然後 六間彩虹 是把他們的彩虹挖出來 所以我們剛剛 有跟其他想要一起 投入 長輩父母的一些 同大名本 我們有分享 我們10月19號 在社區之路 也就是我們現在 跑邦所進出的一個地方 我們在10月19號 就有辦了一個 獨立青創的活動 他在那邊 我們有好幾個發展 就是讓長輩跟年輕人 然後一起來 去執行這很多個計畫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一起來參與 那就是 在9月1 101 第一朋友 第一銀行他們 辦了開放育生活的 他們也請來幫我們 然後用 台灣爽樂團 如果你們有台灣爽樂團的話 台灣爽樂團跟我們的 爺爺奶奶一起共樂 就是讓我們的航方 就是當成樂果形象的 一個社企代表 所以是我們目前來做的部分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客戶 當我們把 我們的服務卷 放到他手上的時候 他真的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他就是住在 我們那個 社企之路的附近 他從來都不知道 有這樣子的服務 就是可以陪伴他 可以給他心理上那麼難足 因為當分他都是 都過紅石絲會 有人去幫他 打掃啊 然後去還有混亂等等 但是真正的不用陪伴到他的心理 所以他也很感謝說 有這樣的好包 可以通過這樣的服務 可以讓他覺得 不孤單 可以感到快樂 我們的好包其實年齡非常的輕 我今天很高興 我的H4SYLE 也在現場 我是今年一個才加入H4SYLE 我的這個目前 我已經看得到 所有的形象視頻 就是從今年一月才聰明 然後這樣子一日就走不過來的 所以 不要 不要 光致給我 只要說你們的 只要想改變 就 能做出的事情 其實是 很可觀的 然後目前呢 就是我們已經成立了 多次的地方 然後就是我們 目前的 規劃清交織 然後分三個 多細組件來進行 工創工學共享 那我們剛剛的那個 民態部分 就比較平常是共享的 然後我們的 共創的部分 這個家人 也是非常可觀 因為我們這些長輩們呢 他們的都是生懷記憶 而且他們的設計 地位都很好 他們是需要 然後是有的發揮的舞台 所以這個部分呢 他們可能 就可以長得很像 H spectrum一樣 又有 接下來 那些點子 可能又變成好多好多的 小心創 出來 然後這工學的部分 你可以在下個月的 中國時報裡頭 看到我們的文章 還有 報導我們 新工學的 這樣子的成果 這是 下一張 對 這是 好嗎 如果你們有意 加入好嗎 或是你們目前的孩子 再找 我們的作業方向 或是你們覺得 我們的靈驗 跟你們想像 服務的長輩的 心理很像 那 也請來 我們這樣的活動 我們的活動 隨時都會做 在我們的 我陸上跟我們的 Fastline 可以上去看 謝謝大家